第1351集 黑暗中 陆藏风嘴角上扬 嘴上却冷酷地下令 所有人听令 起身 负重 跑 刷的一声 陆一等人起起起身 抄起一旁的麻袋飞在身上 就迅速往外跑 一群人很快就跑出了将军府 跑到大街上 跑着跑着 陆一等人突然停了下来 左右看了看身侧同伴笑了 大将军还是那个大将军 一点也没有变啊 大将军还把我们当亲卫 把我们当亲兵 我们一时是大将军的兵 就一生都是大将军的兵 兄弟们 跑起来 别叫大将军以为我们这一年 吃着白食 没锻炼 一二一 一二一 黑夜还很漫长 可随着陆一等人 不断地往前冲 黎明已经在不经意间来到了 陆藏风站在原地 看着他一手带出的亲卫 和亲手训练出的精锐 背着沉重的麻袋跑出去 上阳的嘴角一直没有落下 可当最后一个人跑出去 陆藏风周身的气势为之一变 上阳的唇角也压了下来 脚步沉重地步入书房 出什么事了 水恒天敏锐地查局倒不对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两天金军会不惜一切代价攻城 这两天 远边还有四天才到 你先前预估是金军和在最后两天 拼死攻城 怎么提前了 这可不仅仅是提前两天的事 金军提前两天 不要命的攻城 就意味着他要承诺双倍 甚至数十倍的压力 而汴京城没有兵马了 他们回来的动静太大了 金军必有察觉 我要是金军统帅 我一定会提前向汴京 发起猛烈的攻击 凭着鱼死网破 也要在两天之内拿下汴京 陆一等人跑去取金军的人头就算了 一路又唱又叫不说 一到城门口就急着报名字 城门口人多嘴杂 不出意外 金军此刻怕是已经知道 陆一等人提前抵京的消息 陆一一行人奉命带兵进城 是汴京一直在等的援京 陆一等人提前四天到了 金军等人必然会猜测 他们的援京也会提前到 为防万一 金军肯定会提前 发动猛烈进攻 汴京现在这个情况 经不起金军一再强攻 要不是如此 陆藏锋也不会冒险主动迎战 打击金军士气 让金军短时间内 不敢发起大规模攻城战 可惜他的算盘都被陆一等人破坏了 现在怎么办 我们 我们能做什么 水恒天的脸色一瞬间难看起来 他的视线落在陆藏锋身上 在陆藏锋坐下 才跟着坐了下去 等陆一他们的消息 陆藏锋半张脸引在暗处 半张脸上印着水光 透着一股高深莫测的气息 陆一他们 你的亲尾 你刚刚不是罚他们负重跑吗 水恒天在书房内 听到陆藏锋不尽人情的话 差点想要出去劝说 觉得陆一等人长途跋涉而来 此时必是又累又疲 便是擅自行动 违反了军令 要罚也不是现在 他们现在极度缺人 每一个将士对他们来说 都十分宝贵 金军的营地 离城门中末二十二三里 陆藏锋说了一句 完全不相干的话 水恒天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瞪大眼惊道 所以你不是罚他们 当然是处罚 处罚完了 顺便执行任务 黎明时分 跑完二十里的陆一等人 已经累得不行了 靠在树干上喘着粗气 喘着喘着就发现不对了 我怎么感觉 这地儿有点熟悉 这 这不是我们昨天踩点的地方吗 陆十二还是那个跳脱的陆十二 听到同僚的话 立刻跃上树梢 这一看你就傻了 金军大营附近 陆一羞地从地上跃起 一脸严肃地问道 嗯 大将军让我们 陆一的话还没有说完 临终就想起了一阵骚动 什么人 我 一身黑衣的暗卫 不知从哪个角落冒了出来 走到陆一面前 将一封未封口的信 递给陆一 大将军的命令 陆一看完信 行了一个军礼 请大将军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暗卫点点头 消失在林中 其他人 齐齐看向陆一 虽满心好奇 却没有一个人主动询问 大将军给了他们什么命令 他们只需要听陆一的调遣即可 将身后的麻袋放好 原地休息 养精蓄润 陆十二等人没有一丝迟疑 立刻按命令执行 一行人又累又饿 在陆一的安排下 简单地用过干粮后 就轮流休息 这一休息 就是两个时辰 数里外 金军大规模出动的动静 惊醒了众人 大哥 除陆一外 所有人都跳起来 随时等候命令 可陆一只是应了一声 就叫众人继续休息 可这个时候 谁休息得了呢 大哥 金军出兵了 听着声势少说几十万人 这么多人一起攻城 城中的兵马 好什么够啊 就是啊 再多我们这几个 就有用了 众人一震 不由地顿住 随即一身冷汗 陆二更是颤抖开口 大哥 我们是不是打草惊蛇 让金军提前拼死攻城了 陆一点点头 众人脸色一白 随即懊恼自责 难怪他将军要罚我们 我们太自大了 陆一他们才三百一十二人 并是他们在战场上 能以一抵百又如何呢 他们面对的 可不是几千几万的兵城 而是数十万大军 多他们几个 也挡住金国大军 他们提前回来 悄悄进城还好 偏要把事情闹大 让金军提前动手了 先休息 陆一的脸色同样凝重 但他什么也没说 再看到大将军的信 他就知道 他们太过得意忘形了 这两年美战必胜 所到之处 皆是鲜花与欢呼 让他们以为 他们是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的神 再加上有大将军在 他们更是没有把金军 放在眼里 却忘了便是神 在巨大实力差距面前 也会无可奈何 更不用说 他们根本不是神 金军出动的声势 越来越大 陆二等人 无法安心休息 可一个个 还是强迫自己 闭眼休息 大将军 给了陆一命令 他们要养好精神 好好完成 大将军交代的任务 一个时辰后 陆一站了起来 陆二 陆三 十二 陈州 过来 陆一取出暗卫 交给他的那封信 展开 带你们的人 前进金军大营 按上面的标记 将麻袋里面的东西 倒在金国的营地 本集播讲 第一千三百五十二集 陆藏风给陆一的 是金军大营的地图 上面有十二个红点 是陆二 十二 与陈州十二人 执行任务的地点 收到 陆二等人 一个多字没有 仔细将图记下 各自带着一队人 潜入金军大营附近 他们昨天已经踩过点 也摸进过一次 今天 不 应该说此刻 此刻金军大营出动 大部分人马都去攻城了 只留下一小部分人 守着营地 他们要前进去 就更容易了 大将军交代给我们的任务 我们一定会完美地完成 轰地声巨响 前方金军统帅 带着三十万大军攻城 后方金军的大营 被陆一带人炸了 巨大的爆炸声 震得方圆数十里的动物 四处乱窜 直冲云霄的浓烟 哪怕远在前方战场的金军 都看到了 发生了什么事啊 你们看 那是不是我们营地的方向 落在最尾 负责戒备的金军 看到身后的烟雾 愣了一下 呆呆问身边的人 大洲的人 不会把我们的营地 给烧了吧 怎么 身旁的人本能地否定 但定睛一看 发现那股浓烟上升的方向 还真是他们营地所在 顿时也愣住了 这不可能吧 咱们营地有上万人看守 大洲的援军未到 城中的兵马没有多少了 那点人 还能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搞事 可那个方向 你们看 最先发现不对的金冰 跳了起来 指着浓烟的方向 派个人去看看 金军小头目 眯着眼睛下令 转身就拔刀 将那两个说话的小兵宰了 一个个的都干嘛呢 都给我收手心 眼睛别乱看 现在最重要的事 是拿下大洲的汴京城 别的都不重要 明白吗 金国的小兵们吓了一跳 高声回了一句 虽然还有人担心 是营地出事了 可却没有人再敢议论了 一个个握着木枪 随着大军往前冲 汴京城墙上 陆藏锋看到远处燃起的浓烟 就知道陆一等人成功了 陆藏锋扭头 对身侧副将道 派人去喊 我们的援军已到 金军的粮草全被烧了 很快 就有一群嗓门奇大的人 高声大喊 我们的援军到了 烧了金军的粮草 金军完了 近百人高声大喊 一句听不清 两句三句 哪怕战场上杂乱无章 随着喊的次数越来越多 金军就是想要听不到也不行 我们的营地被烧了 大洲的援军到了 昨晚 昨晚闯我们军营的人 是不是就是援军的先锋部队 他们昨晚就到了 一时间 金国小兵人心慌慌 冲锋都没有之前那么卖力了 他们能一口气打到汴京 打得就是时间差 要是他们无法在大洲援军到来前 拿下汴京 他们就会被困死在这里 趁着金军慌乱之际 城墙上的小兵 推出一盏盏 由油布制作的巨大孔明灯 迅速将他们展开 放上干柴黑油 金国的统帅舰队伍乱了 也无暇关注城墙上陆藏风 站出来高声大喊 都给我稳住 我们的营地有上万人看守 是大洲人想烧就能烧的吗 大洲的援军 离汴京有数千里 昨晚偷袭我们的是 大洲的江湖人 不是什么援军 都不许慌 给我攻城 今天一定要破城 第一个破城者 赏黄金万两 封侯 为了激励士气 金国的统帅率先冲锋 金国的士兵健壮 也没空想别的 紧跟着就往前冲 在统帅带领下 金军又一次发起猛烈攻击 金军不要命地往前冲 用人命来开路 很快就有一小队人马 冲到城墙下 离城门只有数米的距离 城门被巨大的木柱 撞得不断颤动 放箭 快 放箭 砸石头 把那群金军砸下去 绝不能让他们登城 城墙上 大洲的将领惊慌大喊 他双目通红 喊得撕心裂肺 他祈求地看向陆藏锋 大将军 我们能守住汴京吗 当然能 陆藏锋 硬得质地有声 随即 他挥起令旗 行动 树枝燃烧的声音 在后方响起 紧接着 就看到那一个个 巨大孔明灯 从地面缓缓升起 这些灯 有用吗 看到巨大的孔明灯升起 有不少人都发出疑问 有用没用 不会用眼睛看吗 这种巨大的孔明灯 士兵他们也是第一次用 为了不让金军发现 他们先前连试都不曾试过 便是大将军 都不敢说一定有用 他们哪敢保证啊 就在大洲将士说话间 最先放出去的孔明灯 刚飞出城墙就炸开了 孔明灯飞速下降 随着孔明灯一起落下 还有一道浑浊的液体 那道浑浊的液体 大半落在地上 冒起一阵浓烟 也有不少滴在金军身上 发现赤的一声 灼烧着金军的皮肉 而随着第一个孔明灯落下 越来越多的孔明灯 从半空中落下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也有那倒霉的 被浑浊的液体 灼伤了双眼 疼得大叫 金军刚燃起的士气 就被这突如其来 又出其不意的攻击 打得一脸懵 完全没有反手之力 有用啊 快上用程了 快快 继续放孔明灯 城墙上 大洲的将士高兴大喊 放 放那是个最大的 天宫阁长老 亲手做了那批孔明灯 武林各大门派 前来援助陆藏风的那一天 天宫阁的人也来了 他们隐藏在江湖各大门派中间 十分低调 完全没有报自己名字 他们这么做 为的就是这一刻 很快 实展巨大的 需要数人才能围抱住的孔明灯 被大洲将士推了出来 而石鸣由水恒天挑出来的武林高手 也站在灯中 接下来就交给各位英雄了 祝各位英雄 既开得胜 平安归来 水恒天上前朝石人抱拳 石人拍了拍胸脯 洒脱至极 放心 我们不会叫岳当家多花银子 活着回来的 岳当家 有将领听到石人的话 不由地愣了一下 自打陆藏风来了之后 就一直很低调地催义 勾纯倾笑 不然你以为 这些江湖人为谁而来 汴京被困大半个月 你可见有人前来相助 自打水恒天出现 催义就知道 岳宁安还活着 这世间 能让水恒天赴汤蹈火 能让这群武林中人 不计前嫌出手帮助朝廷的 就只有岳宁安 是的 只有岳宁安 皇上做不到 赵王做不到 陆藏风也做不到 只有岳宁安才可以 本集播讲完毕 请避签三百五十三集 实展由天宫阁长老打造的孔明灯 底部装有数千片 锋利如刃的竹片 升至半空 配以天宫阁的机关助力 那些竹片落下的瞬间 能轻易取人性命 这实展孔明灯 可谓是十个大杀招 唯一的缺点是 这十盏孔明灯 需要人来控制 而孔明灯升至半空 最后能不能安全降落下来 中途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 谁也不知道 事已 这十位武林高手 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登上孔明灯 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 但没有一个人退缩 十位武林高手洒脱至极 在一众将士注视下 登上孔明灯 随着孔明灯 缓缓升向上空 老子第一次飞这么高 天宫阁厉害了 哇 以前老子瞧不起天宫阁的人 只当这群人 只会坐什么椅子呀 凳子呀 没想到这群人 还能飞呀 哎呀 老子要是能活着回去 一定去找天宫阁 定几把兵器 他们做的 肯定比明剑山庄的好 我们招谁惹谁了呀 识人笑闹了一阵 放松了紧绷的情绪 在孔明灯 飞向战场后 就严肃了起来 注意方向 记住天宫阁的人说的话 千万不要偏离方向 撞到一块 那就是白白牺牲了 识人配合默契 控制施展孔明灯 飞向金军的不同方向 而后齐齐按下暗器 金狗 看老子的暗器 如同天女散花 锋利的竹片 从孔明灯下方飞射而出 笔直射向战场的金军 金军人数众多 竹片飞射而下 直入金军头顶 金军只来得及 发出一声惨叫 就倒了下去 偶有射空 但都在他们 能承受的范围内 干得漂亮 做得好 城墙上大洲的将士 见他们的杀招 起了作用 顿时狂喜 城墙下 金国的士兵吓蒙了 快看天上 那是什么 是什么东西 怎么跟先前的灯 不一样啊 回答他们的 是更多的竹片射出 跑 快跑 飞射而下的竹片越多 倒下的金军也就越多 金军反应极快地朝四周跑去 可上空每一个方位都有竹片射下 不管他们往哪个方向跑 都有无数的竹片射向他们 无处可逃 只能迎战 快放箭 把他们射下来 金军的弓箭手对准上方 齐齐朝上方孔明灯放箭 然而 箭的射程有限 尤其是往上射 力道受限 弓箭手射出的箭 大半都射空了 偶尔射中的 也只射中了孔明灯底部 根本无法把孔明灯上方的人射下来 站在孔明灯上 控制暗器的武林高手 原本还很担心 见金军全部射空 不由得大笑 亲狗啊 看老子的连环攻击 连接不断的竹片飞射而下 哪怕金军早有准备 第一时间举起盾牌防御 仍有不少人倒地 在使展孔明灯的攻击下 金军溃不成军 攻城的先锋队 承受了大半的攻击 几乎全部溃败 无法再战 该死的大周人 金军统帅怒不可遏 嘴里不断地骂着脏话 然而祸不单行 浮无双至 就在金军被上空不断飞射而下的竹片 撵得无处可藏之际 传令的小兵一脸慌张地跑了过来 大帅 不好了 我们的营地 粮仓 被大周的军队给烧了 什么 金军统帅大惊 可不等他详细询问 传令小兵就被上方飞射而下的竹片射死了 亲卫兵护着统帅退至安全地带 焦急地询问 大帅 你现在怎么办啊 攻城 什么都不管 全力 统帅的命令还未说完 远处就传来一阵响动 抬眼望去 只见前方尘土飞扬 似有千军万马奔来 是援军 是大州的援军到了 昨晚 他们昨晚就到了 不知谁高喊了一声 金军煞时就慌了 援军 大州的援军到了 快跑 快跑啊 随着响声越来越近 隐隐有写着路字的军旗飘过 金军更慌了 是灭了北辽的陆家军到了 他们杀回来了 我们快跑 快跑 跑 快跑 不需要统帅下令 金军就慌不择路地乱跑 金军统帅大怒 高声嘶吼 不许跑 都给我回来 陆家军居此地还有千里呢 这支援军 不可能是陆家军 然而不管他怎么喊 金军还都在跑 根本没有人停下来 这个时候停下来 那不就是送死 这一支援军不是别的军队 而是沙明镇四方的陆家军 北辽上百万兵马 都打不过 他们更不可能打得过 跑 快跑 被陆家军追上 我们就死定了 逃跑的金军 不仅自己跑 还高声大喊 让其他人跟着自己一起跑 觉得法不择重 只要大家全都跑了 统帅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毕竟总不能把他们全杀了 他们要全死了 谁来打仗呢 谁来冲锋陷阵做炮灰呢 毕竟总不能指望那些 在皇都最生梦死的贵族 有人带头 逃跑的人就更多了 金军统帅 看着瞬间就乱的大军 险些气晕了过去 他拔剑指向前方 林阵脱逃死罪 逃跑者杀无赦 攻城 给我攻城啊 我叫你们攻城听到没有 这是阴谋 是大洲的阴谋 大洲的援军还没有到 攻城 给我攻城啊 金国统帅大声嘶吼 有不少摇摆不定的金军 听到统帅的话 停下脚步 可就在这时 漫天见雨 从那一片看不清人的灰尘中射出 数百数千只剑 从飞扬的尘土中射出 前方尘土太厚 烟雾太浓 金军无法从那一团黑影中 确定那一团移动的尘土 有多少人 可只看不断射出的剑 他们也能判断出 这一支兵马中 至少有上千弓箭手 纷纷觉得 大洲的援军真的到了 大帅 是大洲的援军啊 金军的统帅亲卫兵 艰难开口 我们得从长计议 金国大军 被大洲突如其来的攻击 打得已不成军 此时 面对大洲的援军 他们根本无法凝聚士气再战 便是战 他们也没把握 能打得过北辽的陆家军 退 金军统帅看着 离他们越来越近的大队人马 咬牙下令 撤退 撤退 撤退的命令一下 金军飞逝地收拢 朝援军相反的方向跑去 城墙上 大洲的战鼓 敲得咚咚作响 狂奔撤退的金军 吓得不行 跑得更快了 升炮晚了一步 就会成为陆家军的刀下亡魂 金军如同受惊的鸟兽 飞速撤退 在他们撤退不久后 那一片飞扬的尘土 也因离成 第一千三百五十四级 冲在最前方的是陆藏风的十二轻卫 他们每人手上拿着一把巨大的弓 大弓上装着十支锋利的长剑 只要轻轻一按 十支长剑便会同时射出 一人便能抵十个弓箭手 十人骑射便能营造出百位弓箭手的气势 紧随十二轻卫的 是陈州率领的三百精兵 他们手中同样拿着 能同时射出十支长剑的巨弓 金军刚刚见到 铺天盖地的箭矢飞射而来 误以为是大洲援军到了 就是他们手中巨弓的功劳 当然 要让金军相信大洲援军到了 光凭他们三百人是不够的 旁的不说 三百人与三万人的气势与动静 就完全不同 哪怕有飞扬的尘土和语物做遮掩 三百人也无法营造出大军出动的气势 陈州等人身后还跟着一匹马和一匹羊 战马受过训练 跑起来整齐划一 羊群也不弱 数千头羊在领头羊的带领下 硬是没有一头乱跑的 为了让这支大军看上去更有气势 也为了掩饰这支大军的特殊性 陆一等人在羊尾与马尾上绑了树枝 马群与羊群一路奔跑 气势惊人不说 树枝扬起的尘土 还能迷惑金军的视线 城墙上 大洲的将士还真以为 是援军的先锋兵到了 事宜 当他们看到陆一等人 领着马将援冰出现 一个个惊得眼珠子差点掉了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援军 这是骗人的吧 这才几个人 就是啊 要是金军知道我们的援军是假的 得杀回来吧 哪里假了 即是援助 自是援军呢 刘景庄上前 朝陆藏锋行了一个大礼 先前总听人言 大将军用兵如神 刘某 直到那些人为奉承陆家 为奉承大将军夸大其词了 将一说成百 今日一见 刘某人才知 什么叫坐井观天呢 大将军算物一策 运筹为账中 决胜千里万 刘某 当真佩服 刘大人奉承完了 记得去一趟黄城厮 通知赵王行动 开城门 陆藏锋抬手下令 转身朝城墙下走去 刘景庄本想解释一句 他是真心的 不是奉承 可一张嘴 就只看到陆藏锋的背影 只能无奈闭嘴 陆藏锋真的不好讨好 想要从陆藏锋口里得到宁安的消息 怕是不可能了 刘景庄忍不住叹息了一声 一个武将见刘景庄可怜 上前拍了拍他肩膀 没事 我以前也当前线那些人是吹捧大将军 把大将军神化了 这几日见到了大将军用兵的手段 才知道什么叫上兵伐谋 攻心为上 武将此言一出 不少人就不高兴了 大将军本来就是神 远的不说就说前几天 用面粉攻击金军那一次 大将军把风向都给算到了 要不是神那是什么 还有今日这一战 要不是大将军早有安排 咱们今天也无法将金军吓走 甚至都不一定能守住变景 大将军真的是太厉害了 别人是走一步算三步 大将军这是真走一步算百步啊 嘿 别说 一说到金军逃跑时的怂样 我就忍不住想笑啊 要是他们知道 把他们吓得屁股尿流的援军 就是一群马将洋兵 嘿呦 不知会不会气得吐血呢 肯定得吐血啊 今天这天气 咱们用不了火攻 正是他们攻城的好时机 错过了今天 他们想要再攻城 那可就难了 哎 世纪世纪 我们的援军这次可真的是要到了 再首两天 援军一到 我们就能关门打狗 让金军有来无回了 有大将军在 金狗还想跑 就算咱们同意 大将军也不会同意啊 刚打了一场胜仗 将士们正兴奋 说起陆藏锋的神勇 一个个双眼放光 根本停不下来 水恒天本想离去 听到将士们的话 不由地默默望天 我能告诉这些人 他们口中的提前布置 都是陆藏锋 昨晚收到陆一等人回来的消息 临时做的布局吗 算了 我还是不说好了 说了这些人指不定 真要把陆藏锋当神了 这一战 大洲营得漂亮至极 皇上得知陆藏锋 用一群马羽羊 把金军吓得屁滚尿流 当店就言 陆藏锋是大洲的定海神针 国有藏锋 国运昌隆 这话自然传到了 陆藏锋的耳朵里 陆藏锋应了一声 面上没有一丝波澜 陆藏锋亲自下城 将陆一等人迎入城 命人下去休息后 便召集水恒天 和一众武林高手议事 至于议了什么 就只有陆藏锋 与水恒天等人知晓 当天夜晚 休息好的陆一等人 与水恒天率领的武林高手 带着天宫阁准备的巨公 巨型孔明灯 悄悄出城 陆藏锋亲自相送 记住 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敌批我打 敌退我追 一切行动听指挥 切不可罗莽行事 切记 你们的任务 只是为了阻拦金军攻城 扰乱金军视线 不是要杀多少金军 你们不需要跟金军正面作战 听到没有 收到 三百余亲卫精锐 外加两百武林高手 齐齐应导 在陆藏锋的注视下 策马直奔金军驻地 金军跑了大半天 勉强在傍晚找到了新的驻地 一扎营 金军统帅就让人去打听消息 没有意外 他们原先的营地被烧了 包括粮仓 至于汴京城的消息 则半点打听不到 赵启安一直坐镇黄城司 将城中的情况摸得清清楚楚 金军安插的间隙 都在他们的监视下 先前没有动他们 不过是为了麻痹金军 现在 已经到了决战的时候 这些人 却没有留下的必要了 陆藏锋 一让刘景庄传信 赵启安就亲自带人 把城内可疑的人 全部拿下 除此之外 陆藏锋还直接 命军部接管了汴京 军部接管汴京后 整个汴京都进入高度 戒严状态 城中所有人 无论是权贵还是平民 都只能待在家中 严禁任何人外出 为令者斩 此令自是不尽人情 严重影响了百姓的生活 但特殊时期 容不得一丝意外 城中百姓 虽然不清楚战事详情 但也知道金军的兵马 是汴京城数倍之多 十分配合陆藏锋的命令 在城中百姓权贵配合下 汴京城固若金汤 半点风声都传不出去 金军想要打听援军的详情 无疑是在做梦 事已 当天晚上 金军受到陆一等人的骚扰 便更加确信 是大洲援军到了 大洲援军一到 金军别说拿下汴京 便是全身而退 都是在做梦 金国统帅 经历一番挣扎后 终是承受不住 全军覆没的后果 在军师的劝说下 决定放弃攻打汴京 带兵回金国 毕竟 他们已经占了大洲十六城 有这十六城 足够他们在谈判桌上 从大洲身上撕下一块肥肉 本集播剿完喽 请进入我的主页 第1355集 金国的将士 如同丧家之犬 被陆一带人 撵得日不敢停 夜不能寐 就怕一个跑慢了 被大洲陆家军 按在地上摩擦 金军溃败而逃 面京已无守城压力 城内一派 节日地喜庆 守城的将士们 也放下了 压在心头的巨石 一群人围坐在一起 高兴地啃着烤全羊 那些羊 自然是被陆一 带来的那批羊 便经被困越语 城中吃食不说 耗费一空 将士们 也是缺衣少食 只能勉强果腹 军中的战马不能吃 难得有一批鲜活的羊 军中的将领 就做主全宰了 给守城的将士们 加餐 一群小兵围着篝火 吃得满嘴流油 双眼放光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吃过 这么好吃的羊肉啊 是好吃 比我以前吃的羊 都好吃多了 我以为羊肉是山的 吃了这么多年 我才知道 羊肉能这么好吃 回头一定要问一问 陆一将军 这些羊哪来的 等战事结束了 我去买几头养着 我也要 叫上我 我也去买两头 带回去 给我爹娘尝尝 这羊味道这么好 肯定不便宜 而有羊而已 再贵能贵到哪去 多的买不起 买一两头肯定没问题 咱们这次也算立了大功了 回头奖赏 肯定少不了 多的不少 一两头肯定买得起 这次大将军 可是立了大功了 你们说皇上 会怎么封赏大将军 肯定会大赏 重赏 特赏 没有大将军 汴京早就易主了 依我看呀 这次大将军至少 也要封个异姓王 几个将士说起封赏 一个个兴致更高了 激动地议论起来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是说他的功劳 崔义坐在一旁 独自饮酒 并没有与人 一起分食羊肉 他倾笑一声 举杯对鱼而饮 卖羊的人 你们寻不到 羊你们买不起 异姓王皇帝会封 陆藏风也不会稀罕 就像 月宁安从来不稀罕 不稀罕过我的喜欢一样 哪怕来了 也不肯见我一面 崔义仰头将杯中酒 一饮而尽 闭目 泪水从他的眼角滑落 一阵笛声响起 带着一丝 说不出的落寞 崔义扭头望去 看到了站在月光下 孤独地吹笛子的刘景庄 嘴角轻动 露出了一抹 比苦还要难看的笑 宫里 得知汴京危机解除 皇上心情大好 将朝臣留在宫中用膳 今日宫中的主食 亦是羊肉 守成将士送进宫的羊肉 与将士们粗暴吃法不同 宫里的羊肉 是玉厨精心烹制的 更为鲜嫩美味 一入口 皇上就挑了挑眉 颇为惊艳地道 这羊肉不比进宫的差 甚至更为鲜嫩毒汁 抬眸 见赵启安面前并没有羊肉 皇上指着自己岸上的羊牌道 李绊绊 把这道羊牌 端去给赵王 是陛下 李绊绊上前将羊牌端起 就听到赵启安冷漠开口 多谢陛下 臣弟不用 不用 朕记得你和藏风 都喜事羊肉 小时候还未抢 最后一块肉打架 最后 还是朕把那份让出来 你们俩才停手 然而赵启安 半点面子也不给 臣已经忘了 赵启安自是记得的 但他却不想记得 越是回忆幼年时的事 越是让赵启安觉得 他皇兄变了 当然他也变了 而唯一没有变的人 大概就是陆藏风了 他仍旧目标坚定 仍旧无所畏惧 皇上脸上的笑容一色 朕记得就好 记得你和藏风 爱吃羊肉就好 赵启安没有接话 沉默地吃着桌 案前的饭菜 陛下 这 李半板端着羊排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端 赵启安猛地放下筷子 打断皇上的话 皇兄可知 今日的羊肉 为何比上贡的羊肉 还要好 这是越年安慰 陆藏风羊的羊 选塞外最好的羔羊 不养万里运到汴京 派人精心饲养 为了让小羊高长大后 和塞外的羊 一样肉质鲜嫩 没有山味 越年安让人 运来塞外的土 移植塞外的草 怕草移植过来 会被铜化 每隔一段时间 越年安还会让人 将塞外最鲜嫩的青草 送到庄子上 以供这些羊食用 费这么大的代价 就为他养几头羊 你们说 这羊肉能不好吃吗 嗯 殿中大臣们 一脸不自在 不约而同地放下筷子 他们感觉 赵王在嘲讽他们 赵启安吃笑了一声 目光一一扫向殿下大臣 最后落到了皇上身上 笑得邪气 陛下 这些羊肉 好吃吗 很好 皇上看着面前的羊肉 面无表情道 赵王既然不想吃 李半半 放下吧 是 陛下 李半半 将手中羊排 放回原位 想了想 又将盘子 移到了角落 我想 陛下应该是吃不下 臣不是不想吃 而是不敢吃 陛下要是喜欢 就多吃一点 毕竟 会不计人力 物力痒痒的那人 已经不在了 此时不吃 日后可就吃不到了 他说完 又扫了殿中大臣一眼 各位大人也记得 多吃一点 这顿吃完了 以后想吃都吃不到 殿中大臣面面相去 一个个苦笑不已 这份饭 我们就不该吃了 好在皇上厚道 没有让众位大臣为难 主动开口道 李半半 赵王醉了 扶赵王下去休息 赵启安嘲讽了一声 敷衍地朝皇上 拱了拱手 臣自己能走 赵启安转身就走 留下满殿冷记 整个宴会厅 安静一长 不管是皇上 还是朝臣 都没有守住了汴京 打退了金军的喜悦 甚至原本鲜嫩美味的羊肉 吃到嘴里 也透支苦涩 宫宴很快就结束了 皇上率先离去 朝臣相识苦笑 也一一离去 很快整个皇宫就安静了下来 子夜时分 皇上挥退工人 独自来到赵启安住的偏殿 偏殿内漆黑一片 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但皇上知道 赵启安在 在密室里 和以往的每一次一样 赵启安心情不快 就会将自己关在漆黑的密室里 皇上也和以往一样 来密室找赵启安 他按下机关 打开密室的门 没有意外 赵启安一个人独坐在密室 皇上在门口深吸了口气 步入密室 咔嚓一声 密室的门关上了 密室内漆黑一片 皇上却准确无误地 走到赵启安面前蹲下 启安 他轻唤了一声 赵启安一动不动 连个眼神也不给皇上 皇上知道错了 你别不理皇兄 好不好吗 本集播讲完毕 想关注主播的更多日常吗 第1356集 哈哒一滴泪 落在赵启安的斜面上 赵启安仍旧一动不动 盯着墙壁发呆 皇上继续道 你告诉藏风 我知道错了 您让他带月宁安回来 我会为他和月宁安赐婚 我不会干涉他们的生活 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做兄弟 好吗 说话间 又一滴泪落在赵启安斜面上 这一次赵启安动了 他缓缓抬头看着皇上 晚了 不 晚了 晚了 赵启安打断了皇上的话 定定地看着皇上 月宁安身上中十剑 不死也惨 你让陆苍锋怎么跟你做兄弟 北辽早已拿下 陆家军在北辽一年多 你从不找陆家军回来 你让陆苍锋回来后 怎么跟你做兄弟 一点希望 也没有了吗 皇上眼中的光一点点熄灭 他像是在问赵启安 又是像在问自己 除非 你能让时光倒零 赵启安的眼中蓄着泪 陆藏锋不信皇上 也不敢去信皇上 不然 陆藏锋不会什么都不说 就又一次离开 而赵启安他 也不敢赌一个帝王的信任 不敢将陆藏锋留下 汴京的危机一解除 陆藏锋就走了 如来时一般 突然地出现 又突然消失 没有跟任何人告别 只有匆匆赶来找他的赵启安 崔义与刘锦庄 看到了他离去的身影 三人见状 快步追了出去 城外一个少女骑着白马 迎面而来 他似见到了崔义 朝崔义挥了挥手 崔义满目惊喜 可不等他追上去 就见陆藏锋一个掠起 跃上马背抱着上 调转马头 侧马离去 你们 崔义丰适地往前跑 别走 陆藏锋 赵启安与崔义同时追了出来 在陆藏锋 掠起飞出之际 赵启安想也不想 就提气追了出去 果然 百无一用 是书生啊 崔义跑出数十米 却连个影子也没有追到 愤恨的挥拳 不甘地停了下来 刘锦庄慢了一步 他目光灼灼地 看着前方消失的黑影 我看到了 一个女子的身影 是她吗 是 崔义同样看着黑影消失的方向 眼神黯然 仿佛没有焦距 那她为什么不等等我们 不 不见我们 因为这是汴京 而她是陆藏锋的软肋 皇上想要留住陆藏锋 最好的办法就是留下她 她不会给皇上机会的 可她来了 刘锦庄脚步谅强 语带哽咽 她来了呀 刘锦庄双目通红 嘶声大吼 只见一面也不行吗 她是为陆藏锋而来 不是为你我 她可以为陆藏锋来汴京 却不愿见我们 是吗 我好不甘哪 明明 明明陪在月宁安身边醉酒的人 是我呀 她见了我们 说不想见我们 我们不会站在这里 崔义觉得 凭陆藏锋的能耐 想要甩开轻而易举 陆藏锋任由他们追出来 就是为了让他们 见月宁安一面 不 应该是为了让月宁安 见他们一面 崔义与陆藏锋相识多年 再清楚不过 陆藏锋那人有多小心眼 陆藏锋可不会为他们考虑 为他们着想 这段时日 不管他们如何旁敲侧击 陆藏锋都不肯透露半分 与月宁安有关的消息 陆藏锋那个人小气得很 怕是这一次 月宁安没有时间见他们 也是陆藏锋的手笔 崔义不舍得收回目光 转头看了刘锦庄一眼 淡淡开口 别跟陆藏锋比 陆藏锋在他心中 从来都是最特别的那个 崔义这话 是在告诉刘锦庄 也是在告诉他自己 回吧 能见到月宁安一面 知道月宁安还活着 就足够了 只要人还活着 早晚会有再见的时候 陆藏锋能防得了一时 还能防一辈子 刘锦庄不甘心 可看着前方空无的道路 最终还是跟上了崔义的脚步 两人回到城内后 都默契地守在城墙下 没有离开 他们在等 等赵启安回来 半个时辰后 赵启安回来了 不需要问 只看赵启安挫败 颓废的神情 崔义与刘锦庄就知道 他没有追上陆藏锋 与月宁安 或许追上了 但结果肯定不美好 两人什么也没有问 沉默地离去 两天后 大洲援军到了 援军一到 就马不停蹄地去追金军 等到金军发现 这两日撵得他们 做鸟兽乱窜的大军 不过是一支不到千人的队伍 以施了攻打汴京的最佳时机 眼见大洲援军已经到了 自知不迪的金军 哪怕知晓 紧咬着他们不放的追兵 只是一支千人的小队伍 也不敢折回来攻打大洲 只能继续朝边境跑去 争取早日回金国 然而大洲的援军 却没有因为金军 放弃攻打大洲而收兵 援军在陆一的带领下 一路追到金国边境 在边境跟金军狠狠打了一仗 只把金军打得溃不成军 丢亏弃甲 后退三十里才罢手 先前 金军趁陆家军 被北辽的云涅拖住 拿下了大洲数十座城池 金军之所以干脆地退兵 就是想拿着十几座城池 跟大洲谈判 从大洲身上咬下一块肉 却不想 陆家军比他们想得还要勇猛 完全不给他们谈判的机会 一路紧咬着他们不放 把他们赶出大洲不说 还险些拿下 他们在边境的要塞 金军眼见局势对自己不利 当即将藏在金国的 北辽云涅榜了 送到前线向大洲求和 大洲短短三年 经历两场大战 正需要修身养息 且大洲虽然攻破了北辽 但北辽并没有完全汉化 完全臣服大洲 大洲便是打下金国 短时间内无法收服金国 让金国成为大洲的一部分 与其劳密伤财 大非周章拿下一个 他们吃不下的金国 不如顺势弹劾 现在金国主动求和 大洲自是应了 打仗是武将的事 义和则是文臣的活 为震慑金军 在义和期间 陆家军并没有从边境撤离 但陆一等人 却已经提前上书辞官 先前大将军死顿 他们无法跟在大将军左右 除了打仗 他们也没有别的本事 他们只能先留在军中 现在大将军现身了 作为大将军的亲卫 他们自然是要追随左右 十二亲卫 齐齐尚书辞官 陈舟只想后 默默地写了一封 请求致氏的折子 放在陆一 十二的折子一起 不后悔 陆一挑眉反问 毕竟 陈舟跟他们不一样 他们十二人没有牵挂 陈舟却还有家人 还有光宗耀祖 福泽妻儿 不后悔 陈舟笑了笑 一脸洒脱 好样的 陆一拍了拍陈舟肩宝 将陈舟的折子收了 一起送往京城 与请辞的折子 一同送回京中 还有陆一等人的承诺 若有战 照必回 战必胜 很快 京中就有了批复 本集播讲完 第1357集 皇上准了陆一等人制室 但保留了他们的军级与职位 若有战 照必回 战必胜 诸君不负大周 大周 亦不负诸君 这是皇上给十二亲位的回复 是的 皇上只准了十二亲位的请词 没有同意陈舟的请词 陈舟苦笑了一声 没有争取 他不后悔请词 但皇上没有同意他的请词 他也愿意留在军中 搏前程 陈舟设宴 为陆一等人送行 被陆一等人拒绝后 默默地将陆一等人送出军营 那 到了 记得给我写信 那要看我们记不记得 十二人同时上马 朝陈舟挥了挥手 就策马离去 竟是一刻也不肯多留 陈舟站在军营口 看着渐行渐远的十二人 眼中有向往 也有释怀 个人有个人的远法 我终是俗人一个 没有大将军 与陆一他们那么洒脱 关到尽头 策马狂奔的十二人 琪琪在岔道口停了下来 十二人如同约好了一般 同时看向身后的大营 要走了 却突然有点舍不得了 十二眼中阴晕着泪花 打我懂事气 我就在军中打滚 我在军中待的时间 远比我在家中待的时间多 军营就是我家 军营是我们的家 大将军是我们的家人 大将军在哪里 哪里就是我们的家 你要想沉舟他们了 以后可以回来看他们 陆一眼中也惆怅 但更多的是坚定 走吧 大将军还在等我们 走 十二人收回不舍的目光 策马转入小道 消失在关道尽头 陆一一行人直奔药王谷 陆藏锋收到消息 看到陆十二一个不少地 出现在药王谷 交代药童 给他们安排住处就走了 别说多一个字 就是多一个眼神都没有 留下陆一等人面面相去 心生不安 大将军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陆十二怂 怕陆藏锋看到他骂他 陆藏锋出来的时候 他十分机灵地 躲到了众人后面 要知道 陆藏锋可是把陆家 在军中的人脉 全都交到陆十二手上的 就指望他扛起陆家大旗 可他呢 根本没有听陆藏锋的安排 拍拍屁股就走 陆十二一路忐忑不安 生怕一见面就被揍 甚至都想好了求情的说辞 结果陆藏锋不仅没揍他 甚至连骂都没有骂他 可陆十二却更害怕了 我们家大将军 这是要憋大招 你问我 我问谁去 陆十陆九倒霉的 给十二当了一回肉盾 可两人没空谦责十二 大将军的反应 让他们很不安 两人担心地倒 大哥 二哥 三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大将军不罚我们 也不训我们 不会是不要我们了吧 大将军让我们住下来 肯定不会不要我们 别多想 先住下来再说 陆一皱着眉头 心中也有一丝丝不安 他跟在大将军身边多年 不敢说自己很了解大将军 但大将军的形势作风 他还是清楚的 大将军一向严于滤井 欲嫁一焉 我们是做好了 被重罚的准备来的 可现在 我还真拿不准 大将军这一次 到底是什么意思 陆四 你跟夫人熟一点 晚一点的时候 找个机会 去拜见夫人 探探口风 大哥到底是大哥 陆一虽慌 但没有乱了分寸 很快就寻到了对策 陆三顿了一下 悠悠看向陆一 大哥 你可真是我好大哥呀 这个时候就想起兄弟我 你怎么就没有想到 我还没有取秋水过门呢 我这个时候去见夫人 你确定夫人 不会先把我宰了 我们十二人当中 就你跟夫人最亲近 这个任务只有你能办到 交给别人 大哥我不放心 陆一重重地 拍了拍陆三肩膀 一副大哥看好你 重用你的信任样 陆三指向十二 祸水东吟 夫人更喜欢十二 十二 陆一正犹豫 十二就吓得跳出来 大哥 别忘了大将军 是要扛起陆家门户的 我没听大将军的话 大将军这会儿 肯定最嫌弃我 我要去找夫人 指不定大将军 原本不生气 也被我惹得生气了 陆一点头 又拍了拍陆三肩膀 老三 这个任务 只有你能办 大哥相信你 你一定有办法 当然 你要不愿意 大哥也不为难你 咱们已经离开了军营 也不用遵守军中的规矩 一定要我的命令 咱们是兄弟 人人都有发言权 这样 咱们也投票 少数服从多数 你说怎么样 不等陆三说 陆一又询问 其他人的意见 我赞成让老三 去找夫人探探口风 你们呢 少数服从多数 这个法子好 我也赞成 陆二笑咪咪地劝说 老三 大家都是兄弟 为了让我们早日安心 老三你就牺牲一点 左右夫人 再怎么不高兴 也不会军阀处置你 你别太担心 三哥 我们看好你 三哥 我们相信你 陆四陆九几人 见火烧不到自己身上 也跟着启哄 十一票对一票 陆三这个少数 只能服从多数 陆三憋屈不已 你们也太无耻了 终究是我一个人 承担了所有 佛约 你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不用主动去送死 十二乐的手舞足蹈 三哥 加油呀 陆三狠狠地瞪了十二一眼 大将军花了那么多心血培养你 你说走就走 等着 大将军早晚会收拾你 等着就等着 月姐姐最喜欢我了 有月姐姐在 我才不担心呢 陆十二有恃无恐 得意地扬头 别问 问就是好气呀 在一众兄弟催促下 陆三怀着忐忑的心情 寻到了在花园捡花的月宁安 心虚不已地上前 卑职 陆三 给夫人请安 月宁安拿着大茧子 将一朵朵碗大的茶花剪下 头也不抬得到 为秋水的事而来 还是来探你家将军的口风 卑职 卑职 卑职是为秋水姑娘的事而来 卑职对不起秋水姑娘 请夫人责罚 责罚你是秋水的事 秋水现在也不是我的侍女了 你与秋水的事我不插手 只要秋水硬了 我肯定不会干涉 月宁安笑着挟了陆三一眼 他哪里看不出 陆三是被陆一他们 推出来探口风的 但陆三说是为秋水而来 他也听着 多谢夫人 夫人的大恩 陆三一辈子铭记于心 陆三大喜 膝盖一曲就要跪下去 却被月宁安用剪刀拦了一下 哎 要跪跪秋水去 秋水员不原谅你 还不知道呢 夫人放心 我肯定跪到秋水原谅为止 压在心头的大石放下来 陆三又恢复了原有的开朗 想起兄弟们的交代 陆三厚着脸皮开口 夫人 大将军 本集播讲完 第1358集 听了陆三的话 月宁安道 你们将军的事 我就更管不着了 想要知道什么 自己去问你们大将军 说完 月宁安将剪刀收起 提起花篮转身就走 陆三快步跟了上去 殷勤地帮月宁安提花 夫人 小人不敢呢 你们将军发起脾气来 我也不敢啊 月宁安能告诉陆三 他也惹陆藏锋 不高兴了吗 不然 他不会一大早地 跑来捡花 哄陆藏锋高兴了 生气的男人 真的不好哄 我不就是不小心怀孕了吗 至于一副 天塌下来的样子 孙不死不是说了 一时两命 是最坏的结果 可这不是 没到最坏的时候吗 月宁安怀孕了 刚满一个月 孙不死把出华脉的时候 差点没把他给吓死 养了近两年 月宁安看着与常人无异 可也就只是看着无异罢了 实际上 月宁安就是个病息师 那身子跟个破风箱似的 到处都打着补丁 能好好地活着 全靠那些珍贵无比的药草撑着 当年孙不死就说了 月宁安虽然活了下来 但身子坏了 得小心养着 也不能有子嗣后代 陆藏锋抱着月宁安到药王谷时 月宁安就剩下一口气 能活下来 陆藏锋就满足了 哪敢奢望什么后代子孙 他早就打定主意 这辈子都不要孩子 就跟他月宁安两个人过 要是晚年月宁安嫌无聊 他们可以收养几个孤儿 也不指望养大的孩子孝顺他们 他们会好好活着 争取走在月宁安后面 不会让月宁安老了无人照顾 也不会让他孤独一人 陆藏锋什么都计划好了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 被孙不死诊断为 不可能有子嗣的月宁安怀孕了 怀了也没有什么 只一个月不过是一滩血水罢了 打了就是 可是月宁安不肯把腹中孩子打掉 我这身子能怀上这个孩子是奇迹 我不是迂腐的人 非要一个自己的孩子来继承家业 我也没有皇位家业给孩子继承 但我们在世间走一遭 总要留下一点什么 孩子是你我血脉的传承 没有怀上也就罢了 我这人也不喜欢强求 当怀上了叫我打掉 先不说舍不舍得的问题 就说 这个孩子打了 你我二人日后会不会后悔 会不会愧疚一生 会不会觉得 对不起这个孩子 我是自私的人 我不想让自己活在悔恨中 也不想背负愧疚过一生 更不想看到别人的孩子 就想到被我打掉的孩子 陆藏锋 这个孩子 我要生下来 不是想而是要 一个要字就足以说明他的决心 陆藏锋劝不动了 也无法劝 他敢保证不会后悔 也不会愧疚 陆藏锋不是不想要这个孩子 但和月宁安的性命相比 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 还没有那个分量 他绝不会为了一个 还未出生的孩子 让月宁安冒险 可月宁安把这话说出来 就是要告诉他 他不会后悔 愧疚 但他会 不需要等以后 只要做出把孩子打掉的决定 月宁安就会愧疚南安 甚至会一生都背负着 这份愧疚而活 陆藏锋终是拗不过月宁安 虽然没有答应 让月宁安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但也没有再提 把孩子打掉的事 只说 我们尽力保住这个孩子 但到了二取一的时候 必须舍小宝大 月宁安没有意见 他想要生下这个孩子 也愿意为这个孩子冒险 他会尽力配合孙不思 但真要保不住了 月宁安也不会强求 人这一生 难免会有取舍 他努力了 争取了 即使最后失败了 月宁安也能接受 但要是连事都不是就放弃 他不甘心 陆藏锋同意把孩子留下来 但高玄的心却没有放下 自打知晓月宁安怀孕了 陆藏锋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每隔一个时辰 都要起来查看月宁安的情况 确定月宁安无事才敢合眼 白天 陆藏锋也不得闲 不是跟在孙不死身后 拿着医书向孙不死请教问题 跟着孙不死学医 就是抱着医书猛毒 在月宁安怀孕三个月后 他一个大将军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一个大夫 论其诊迈来 不比那几个跟着孙不死几年的药同差 就连孙不死都说 陆藏锋有学医的天赋 可月宁安知道 陆藏锋哪里是有什么学医的天赋 他只是花费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学罢了 怀孕前三个月 为了让陆藏锋安心 月宁安几乎足不出户 听从孙不死的安排 在屋里养胎 怀孕三个月 他儿坐稳了 月宁安这才被准许出门 他第一件事 就是去老头的坟地 告诉老头他怀孕了 老头坟地就在要王谷 只走几步就到了 可不想 他回来后就不舒服 当天晚上就发热了 他的身体本就比常人弱 现在又怀有身孕 更是经不起一点风雨 这一发热 差点没把他给挤死 陆藏锋也吓得不轻 要不是孙不死一再保证 只是小小风寒不会致命 且这个时候打掉孩子 也伤身 陆藏锋 怕是趁月宁安昏睡 悄悄地给他喂打胎的药了 这一场风寒 让月宁安在床上 躺了大半个月 这两天才稍稍好一些 陆一几人 这个时候来要王谷 陆藏锋 能抽空见他们一面 应他们一声 已经算是给面子了 要换座半个月前来 他压根就没空理会他们 指不定还会把他们都赶回去 可是 这些陆一他们都不知道 陆三奉命去找月宁安打听消息 想求月宁安为他们说说话 可月宁安自己都属于戴罪之身 哪敢帮陆一他们说话 只能告诉陆三 陆藏锋这段时间 情绪不太稳定 最好少在他面前出现 免得出雷 没有意外的话 陆藏锋不稳定的情绪 会持续六个月 六个月后就好了 陆三一脸懵 想要再问 却见陆藏锋 出来迎接月宁安 陆三不敢再问 带着这个 摸不着头脑的消息 回去跟陆一几人说 陆一几人 更是一头雾水 所以 大将军这是 生我们的气 还是不生我们的气 陆三回想起月宁安的话 真着道 听夫人的意思 大将军现在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暂时还没有时间 生我们的气 但我们要在 大将军面前瞎话 指不定就 这更重要的事 是什么事情 是啊 能让大将军 忘记我们违背军令 悄悄请辞的事 陆一陆二几个相视一眼 皆是想不明白 但想不明白归想不明白 人来了 他们是不可能走的 陆一几人 就这么在药王谷 留了下来 想到月宁安的叮嘱 陆一几人 也不敢往陆藏锋面前凑 就怕情绪不稳定的陆藏锋 记起他们为令之事 重罚的 第1359集 直到月宁安平安生产 陆一几人才知道 他们家大将军的半年 为何情绪暴躁 喜怒不定 想到要往古后山 那些被砍突的树 陆一几人无比庆幸 这半年 他们藏得好 惩罚虽迟 但道 月宁安平安产子 陆藏锋高悬了 十个月的心 落到了十处 也终于记起了 不听他的命令 琪琪辞官跑来 要往古找他的 十二亲卫 确切地说 不是陆藏锋 自己记起来的 而是十二亲卫 自己撞上来的 十二亲卫得知 月宁安产下小主子 琪琪前来 拜见小主子 这一拜见 小主子没见到 反而让陆藏锋 想起这十二人 办的好事 没有商量 十二人一起受罚 一个也不能少 十二人 天天绕着 药王谷跑圈 整整跑了一个月 跑到他们 小主子满月 才停下来 本以为 小主子满月了 终于能见上一面 陆藏锋的命令 又下来了 收拾一下 明天出发 去天目神教 大将军 我闹错了 十二个被罚 跑了一个月 依旧不肯开口认错的 铁骨铮铮的汉子 终于受不住了 老实地认错 我们不就是想 跟在大将军身边吗 怎么就这么难呢 知道错 就老实地办差 知道个屁的错 真要知道错 就回军营了 陆藏锋 也没有拆穿他们 毕竟官都辞了 位置都被 皇上的心腹占了 回去也干不了什么 办差 大将军 这是什么意思啊 大将军 您原谅我们了 不赶我们走了 唉 敢 他们会走吗 不走不走 大将军 你就是赶我们 我们也不走 既然不走 就去把天目神教 收拾好 我们自己又不是 没地方住 常年累月地 借住在别人家 像什么样 大将军说的是 北指寺就出发 前往天目神教 我们要去收拾 自己的家 以后我们就有 自己的家了 十二人 意气风发地 离开药王谷 走着走着 十二突然大嚎一声 我们还没有 见到小主子 刷的一下 陆一 陆二等人 拉住马 悲愤大叫 我就说嘛 这一路我总觉得 哪里不对 我们又被大将军耍了 回去 回去 现在回去 我们现在就回药王谷 见小主子一面再走 陆四 陆五不干了 调转码头 就要往回走 陆一把人叫住 回什么回 大将军对我们的惩罚 还没有结束 现在回去 你当就能看到小主子吗 想要见小主子 就快赶路 尽快把天目神教收拾好 早日去接将军 夫人和小主子回家 就能看到了 我们在药王谷 等了大半年 小主子都满月了 我们却连一面 也没有见到 要是天目神教的人 问起小主子的长相 我们要怎么说 说我们没有看到 那不是太丢人了 陆四 陆五还惦记着这事呢 陆一哑口 陆三想也不想地就到 这有什么难的呀 天目神教的人问起 你就说 小主子气势不凡 跟大将军一个母子 刻出来的 反正不管怎么说 就是别让天目神教的人知道 我们没有见过小主子 回去是不可能回去的 就按陆三这个说法说 陆一赞许地点头 陆四 陆五还是觉得不甘心 可不甘心也没办法 毕竟大将军摆明了罚他们 不让他们见小主子 十二人一到天目神教 就受到了热情招待 神教的人纷纷围着十二人 问起他们 教主陆大将军的情况 得知月宁安 为他们教主 生下了一个小主子 天目神教的人 更是紧缠着十二人不放 不停地打听小主子的事 为了让陆一等人 多说一些小主子的事 天目神教的人 好话不要钱地往外说 只把陆一等人 哄得晕乎乎的 哪怕连小主子 一面也没见过 十二人也把小主子 吹得天上地上 绝无仅有 什么天生神力 生而自知 一出生就会叫父亲 都是小事 什么小主子出生那日 满天金光 紫气入怀 他们抱小主子的时候 小主子对他们笑了 可喜欢他们了 还拿小脚脚踹他们 差点踹得他们内伤 小主子刚满月 就自己能走了 还跟着他们学舞 这些话 陆一几个人说起来 眼也不眨 问题是 陆一他们敢说 天目神教的人 也敢信 一个个都当真的 听了不算 听了一遍还不够 成天缠着十二人 求他们反复多说几句 为了让他们多说一点 天目神教的人 也是不要脸了 说什么 他们十二人 果然是教主的心腹 教主果然最看重他们 小主子果然最亲近他们 而他们就不行了 贬低自己 捧着陆十二他们的话 张嘴就说出来了 陆一陆二几人还好 陆九陆十十一和十二 几个年纪小的 被捧得飘飘然 一不小心就越说越多 越说越夸张 眼前他们说出的话 越来越夸张 陆一陆二连忙出来阻止 提醒他们 该收拾神教 好迎接教主 夫人和小主子回来 陆十二几人 还没有说够 可迎接教主 夫人和小主子 回来是大事 天目神教的人 也想早日见到小主子 也不去蝉十二他们了 纷纷主动请鹰 去帮陆一他们 收拾天目神教 天目神教 位于天目山山顶 是百年前 一位魔头所建 整个天目神教 由石头建成 一手南宫 百年过去了 石头宝依旧牢固 但因为鲜少有人打理 看上去破败又阴森 并不适合助人 也正是因为如此 陆藏锋才会派陆一等人 提前来收拾天目神教 陆一等人 为了尽快迎陆藏锋 与越宁安回来 主要是为了尽快 见到小主子 十分地卖力 天目神教的人 也不遑多让 能出十二分力 绝不出十分力 在双方通力合作下 花了半年的时间 陆一等人 将天目神教修整得 如同新建的一般 富丽堂皇 甚至 为了让越宁安满意 陆一等人 还在神教外 种满了鲜花 从山脚下望去 天目神教 如同矗立在空中的花园 让人忍不住 停步料往 不舍离去 半年后 越宁安带着孩子 随同陆藏锋 来到了天目神教 远远看到 位于山顶 被鲜花环绕 阳光笼罩的天目神教 一度以为他走错了路 这哪里是什么魔窟 这明明就是人间仙境 天目神教的人 盼了大半年 终于见到了 他们心心念念的 听陆一他们说 跟教主一个模子印出来 且天生神力 一出生 就会说话的小主子 可这一看 天目神教的人 就傻眼了 哇 我们家小主子的眉眼 简直就是 夫人的翻版啊 天目神教的人 发现小主子 长得不说 跟夫人一模一样 但也有七八分相似 尤其是笑起来 露出两个小酒窝 更是与夫人一模一样 这长相 这神韵 天目神教的人 都不知道 陆一他们是怎么 违心地说出 小主子跟教主 长得一模一样的 还有 他们明明问了 小主子现在 还不会叫爹 陆一他们是怎么听到 小主子一出生 就会叫父亲的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听陆一几人 激动之下 说出的话 很明显 陆一几个 跟他们一样 都是第一次见小主子 大家都是第一次见 那陆一他们 先前说的那些 跟小主子的相处日常 他们与小主子 不得不说的二三事 不用问也知道 他们肯定被骗了 天目神教的人 暗中瞪了 陆一等人一眼 然而 沉迷于初次见 小主子喜悦中的 陆一等人 压根就没有空 注意这些 也忘了 他们先前干的好事 但他们能忘 天目神教的人 忘不了 毕竟 为了让陆一他们 多说一些 小主子的事 他们说了很多好话 又帮他们干了很多的活 到头来 陆一他们居然 欺骗他们的感情 这就不能忍了 将月宁安 陆藏锋一家三口 迎上山 天目神教的人 一刻也等不了 转身就找陆一他们 算账了 你们几个 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呀 天目神教的人 一个个将拳头 按得咔咔作响 一脸凶狠地 逼近陆一几人 陆一几人还沉浸在 见到小主子的喜悦中 陡然看到 天目神教的人 愣了一下 才想起半年前 他们办的事 不由得心虚 这事我们可以解释 解释也掩饰不了 你们骗我们的事实 天目神教的人 根本就不听 抡起拳头 就朝陆一他们的脸上挥 打人不打脸 陆一几人自知理亏 连连后退 没有还手 天目神教的人 得寸进尺 打得更狠了 打人当然要打脸 打人不打脸 跟锦衣夜行 有什么区别啊 天目神教的人多 陆一他们就十二人 陆一几人寡不敌众 加上李亏 还不敢还手 很快 脸上就挂了彩了 我愤了 打坏我的脸 我怎么去见小主子 陆一几人不干了 开始反击 一群人打作一团 且全往脸上招呼 陆一几人虽然人少 但个个都是打群架的好手 虽然人人挂了彩 天目神教也没有捞到多大便宜 基本也是人人脸上带伤 这一战 以两败俱伤结束 晚上休息好的陆藏锋 与月宁安出来 看到一个个鼻青脸肿的手下 也不问他们为什么打架 直到 既然一个个经历这么旺盛 那就下山去把站点建出来 站点 教主 什么站点 咱们天目神教要设分教了吗 天目神教的人顾不上脸上疼痛 一脸激动地看着陆藏锋 不容易啊 这么多年了 我们家教主终于想起 要壮大天目神教了 不是天目神教的站点 是你们夫人做生意用的站点 具体怎么操作 你们自己看 陆藏锋拿出 月宁安事先准备好的两份策划书 分别给了陆一和天目神教的左护法 月宁安是个闲不住的 出了月子 就开始琢磨做点什么 与陆藏锋一番商量下来 月宁安决定 整合天目神教和月家镖局的资源 在大洲建立四通八达的送货生意 镖局先前做的 就是给人压镖送货的生意 但镖局只做大生意 收费也高 一般百姓负担不起 平时 百姓要送点什么东西去外地 也只能拖行脚商人 或者正好要外出的人 经常丢东西不说 时间还不好估算 在药王谷休养了大半年 月宁安仔细调查过 发现这送货的生意虽小 但大有可为 当然 他们要送货 就不能跟行脚商人带货一样 一件货送一两个月 他们要做 就得做快送的生意 收货快且安全 收费的话 如果量大 把收货点一一扑下去 价格也不会太高 将市场调查清楚 月宁安花了两个月 完善计划 就准备开干了 要送货 首先就要有收货点 不说每个镇都有 至少每座城 都得要有一个收货 存货的点 不然这生意扑不开 也没法做大 月宁安原是打算 让标局的人去做 毕竟他们原先做的 就是送货的生意 对这一行也算了解 但陆藏锋看了一眼 就把这事揽了过去 你这生意 免不了要跟三教九流的人 打交道 让天目神教的人 去办最好 天目神教可以说 是大洲最大的 三教九流组织 由他们出面 以暴制暴 以恶压恶 比走正经的图道 更快 陆藏锋愿意 把这事揽过去 月宁安 还有什么好说的 月宁安把计划 跟陆藏锋一说 就撒手不管了 转而 联系起天宫阁的人 计划跟天宫阁的人 开一家定做家具的铺子 家具是大简 运送不便 大部分人家 要定家具 就是要就近定做 但现在 他手上有了 可以送货的渠道 月宁安就觉得 这生意他们能做 把送货的渠道铺开了 不仅定做家具的 大生意能做 果蔬一类的小生意 他们也能做 粮食和盐 由朝廷管控 月宁安不能沾 但卖卖菜和水果 还是可以的 这种一斤 赚几文钱的小生意 小商人干不大 大商人看不上 正好适合他来做 把铺设送货点的活 交给陆藏锋后 月宁安又开始联系 天幕神教附近的村庄 跟各村子 谈蔬菜收购的生意 又派管事 去岭南江南一带 跟果农 谈水果收购的生意 陆藏锋 揽过铺设站点的活 就是想给月宁安 分担一些 免得累到他 可不想 他把这活给拦走了 月宁安又找了 新的活忙 要不是陆藏锋 不允许 月宁安指不定 就丢他和儿子 自己跑去岭南了 陆藏锋知道 月宁安闲不住 也知道月宁安 急着把生意做起来 是为了什么 陆藏锋没有阻止 只每天盯着月宁安休息 不许月宁安 熬夜操劳 月宁安也知道 他身体不比当初 且他现在 是有孩子的人 他怎么样也要活到 孩子成家立业 虽然急着把生意铺开 但也很听陆藏锋的 能教给别人做的 就绝不亲力亲为 尽量不能自己累倒 可就这样 月宁安还是在 短短几年内 就把送货 卖水果的生意 做到遍布大江南北 整个大州 就没有人不知道 天目送货的 想要把一家商行 做大做强很难 但把一家商行毁掉 却很容易 七年过去了 月宁安借着 当年在各个城镇 铺的收货送货点 将送货的生意 越做越大 而有送货的渠道 什么南北干货 海鲜的生意 月宁安都能插一手 货品比别人好不说 价格还低 有些商家看到各种好处 也开始弃曹运 选择用天目送货来送货 天目送货 在月宁安的经营下 渗入到了百姓生活的 方方面面 别看只是一个 小小的送货点 天目送货 哪天停运了 整个大州百姓的生活 都会受影响 而当初 如日中天的月家商行 在交到皇上手上后 却日渐萧条 生意肉眼可见地 做不下去了 尤其是在户部与工部 把延和曹运这两摊生意 收为朝廷专营后 月家商行 更是毫无竞争力 在范家挤兑下 每年都要关上几十 甚至上百家铺子 除去几个知名的大铺子 其他的铺子 都是赔得多赚得少 皇上虽然可惜 但并不是很在意 他不缺可用之人 没有月家还有范家 范家已向他投诚 范家人的经商天赋 虽不如月家 但范家人胆小好拿捏 皇上用得也省心 再加上 这几年大洲的国力也上来了 国库也不像之前那般缺银子 月家商行不行了 虽然可惜 但并不会伤元气 然而 就在所有人都默认 月家商行已经成为过去时 范家已经取代月家 成为帝王的心腹 成为大洲的皇商之时 月宁安出现了 他给赵启安传信 让他按约定前往青州 为月范二家十年之争做裁断 之后又给范家去信 让范家在约定之日前 把范家这十年的盈利算出来 并按照约定 将其中属于他的那部分盈利 转到他名下 十年之争 赵启安收到月宁安的信 有那么一刻是愣住的 天幕送货虽然遍布大洲的角角落落 但月宁安的名字 却从来没有出现在人前 这些年 月宁安将自己隐藏得很好 大洲的百姓 虽然天天用天幕送货 却无人知晓 天幕送货背后的主人是谁 就是赵启安 要查月宁安的消息也不容易 上一次收到月宁安的消息 还是月宁安与陆藏锋的儿子 在武林大会上 把水恒天的徒弟给打了 要知道 陆藏锋与月宁安的儿子才六岁 而水恒天的徒弟已经十二岁了 两人相差六岁不说 水恒天的徒弟 还跟着水恒天学了五年功夫 却被陆藏锋家那小子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这怎么不叫人震惊呢 尤其是陆藏锋家那小子 长得跟月宁安有六七分相似 整个一个精致的小少爷 完全不像是会舞的样子 可就是这么一个 金贵的小少爷 一出手 就把武林盟主的徒弟给收拾了 这个消息太让人震惊了 当时看到的人也多 便是陆藏锋与月宁安 想要压也压不下来 赵启安还记得 皇上听到这个消息时 眼中的欢喜与遗憾 为陆藏锋 由此家儿而高兴 为大洲施了一个 未来大将军而遗憾 然而 再遗憾也无用 陆藏锋 不会让他儿子参军的 赵启安意识到这里 不由地叹了一声 目光再次落到手中的信上 他顿了一下 拿着信进宫了 月犯二家十年之争 当年是在赵启安的 见证下开启的 本以为 月宁安将月家商行 与票号交出来 隐匿不出 就是放弃了 与范家的十年之争 却不想 他一直记着 并一直在为十年之争 积蓄力量 月宁安消失不见 他们可以当作 十年之争不存在 或者 以月家败 范家胜 结束月犯二家十年之争 可月宁安出现了 在十年之争截止前出现 并提起此事 月犯二家的十年之争 就不是一句当作不存在 就能真不存在的 赵启安匆匆进宫 询问皇上意见 皇上在最初错愕后 点头 让月宁安前往青州 见证月犯二家 十年之争的结果 朕也想要知道 在没有旧部的乡住下 月宁安能有多大的本事 皇上开了口 不管是赵启安还是范家 都只有听命的份 不过 范家一点也不慌 月宁安的天幕送货 虽然做得大 可他们范家也不弱 这几年 虽然因为朝廷 管制了海上贸易 让他们少赚了许多 但他们范家 失下了月家商行的 八成生意 还在朝廷支持下 把官城交易区 拿到手了 他们范家的生意 遍布各国 商场上没有一家 是他们的对手 每年的收益 都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就是皇上都很满意 月宁安再有本事 也就折腾了那么几年 范家不认为 月宁安能赢他们 月宁安提起十年之争 就是自取其辱 范家老太爷还活着 虽然已经老得勾搂了 可精神还不错 提起月宁安 这个当年让他忌惮的对手 虽然不至于轻蔑 但也确实 没把他放在眼里 然而很快 月宁安就用实际行动 狠狠地打了 范家老太爷的脸 也让皇上看到了他的本事 月范二家的十年之争 月宁安赢了 在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之际 月宁安凭借天目送货的渠道 将生意的触角 伸到了各行各业 悄然建造了一个商业帝国 月宁安的生意 不像范家那么高调 每一单都获利不菲 但他的生意 关乎到大洲百姓的吃喝住行 几乎每一个大洲人都离不开 虽然一单生意 只有几文钱的盈利 但积少成多 其盈利也是一个极可怕的数字 尤其是月宁安 还能得到范家十年收益的半成 而月宁安能赢范家 就是凭借这半成收益 结果出来 范家老太爷一口气没缓过来 直到倒了下去 幸亏月宁安带着孙不死来了 不然就要出人命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范家其他人 亦是一个个脸色惨白 不敢相信这个结果 可他们反复盘算了数遍 不管他们怎么算 他们都是输的那个 没有什么不可能 我赢了 按约定 你们范家要把所有的生意都交出来 月宁安很平静 脸上也没有一丝胜利者的猖狂 有的只是冷漠 我月家能扶你们范家起来 就能把你们范家踩下去 当年 你们范家是怎么落井下石 踩着我月家上位的 现在 就怎么还回来 青州的商人 有九成是靠着月家发财的 范家更是月宁安他父亲 一手提拔起来的 可以说 没有他父亲 就没有范家 可范家呢 当年他们月家遭难 范家不说帮忙 还落井下石 投向月家敌人 踩着他们月家人的尸骨上位 可以说 范家现在拥有的一切 都是从他们月家手上抢走的 月宁安 他没有找杀手灭范家满门 而是用商场的手段 借十年之约 拿回属于月家的一切 已是他仁慈了 本集不品 第1362集 不 不 皇上 皇上还要 还要用我们范家 我们范家是皇上啊 你们不能抢走我们 我们范家的产业呀 范家老太爷一醒来 就听到月宁安的话 他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几乎疯狂地扑向赵启安 赵王 赵王殿下 我范家愿意将九成 不 全部 我范家愿意把全部产业 都贡献给朝廷啊 只求朝廷 准我们继续打理这些声音 别把我们赶走啊 赵启安没有回答 而是看向月宁安 月宁安轻哼了一声 目光满是嘲讽之色 赵启安一震 抬腿将范家老太爷踢开 天子一言九鼎 十年之约是陛下定下的 任何人也不能更改 给你们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后 本王会派人来接手 范家名下所有生意 赵启安说完就往外走 在不出大厅前 他顿了一步 回头看了一眼 默默地站在月宁安身后 将月宁安 护得好好的陆藏风 眼中闪过了一抹羡慕 我终究还是活成了 燕黄叔的样子 嗨 久等了 我是一刀苏苏 这本书孤黄到今天为止 就全文大结局咯 不知道这个结局 您是否还满意呢 但不论如何 这本书虽然已经结束了 但我希望 我的苏堂们 是开心满意的 我们的生活还要继续 那你看咯 今天我的新书上架咯 都市言情 行真探案 双旁白多人剧 北城有星光 请注意哦 是行真探案 双旁白多人剧 是双旁白多人剧哦 这是我的第一次尝试 也是 又一次新的创新吧 我不知道苏堂们 是否会喜欢 其实我很忐忑 但是也很期待 同时这本书呢 我也献给 致敬吧 那些为保护 人民群众利益 而献出生命的英雄们 北城有星光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期待订阅 爱你们哟 嗯 那就先把北城 有星光的片花 送给你们哟 喜欢就订阅吧 人呢 跑哪儿去了 给老子找 老大 人好像跑那边去了 老大 这里有血迹 追 裴东 开门 好 好的 我 我 如果你敢叫 老子一枪崩了你 你在流血 让我看看 别紧张 我是一名外科医生 我会救你的 少废话 赶紧把子弹给老子取出来 包子 枪 枪上 林队 林队 市中心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什么 全体出动 是 林队 林队 死者余末 是一名伤人 三个小时前死于枪杀 在死者身体不远处 发现了一把警用手枪 警用手枪 立刻去查此枪的效路 队长 这边找到大批量的海洛因 至少有五千克 队长 手枪查到了 那配枪应该是属于 属于什么 说 省公安厅禁毒局局长 立建博 就说 刚抓了一个小牛 真够味 再上来 北城啊 这牛 你觉得怎么样啊 是他 他怎么会跟这些人渣在一起 就说 女人 我不感兴趣的 货才是我想要的 北城啊 生意要做 女人也是要 九叔说笑了 这样的女人 怎么配得上你 待会儿 我找几个对胃口的 叶北城啊 你小子 小伙命的赶紧走 不 丽南泽 要走一起走 莫一声 丽南泽已经死了 我是叶北城 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丽南泽了 九叔 叶北城 和那小牛往那边跑了 追 给我追 这 走 快走 宁安 下雨了 披荐外套吧 别着凉了 嗯 谢谢 丽南泽 还是叶北城 你到底是谁 你在哪儿 叶北城 别以为你隐藏得很深 我就不知道你是谁 不管我是谁 你都不可能成功的 莫妮安 你要好好活下去 这是一场 爱与恨 善与恶的较量 这是一场正义 与罪恶的斗争 他们 性命相细 罪犯作美 演绎了一场 生与死的爱恨情仇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洞悉 毒品生死之战 探寻不为人知的 平凡英雄 欢迎收听 都市言情 双旁白多人剧 北城有星光 演播 一刀酥酥 一种侃侃 作者 红了容颜 由三十克度制作 喜马拉雅 独家播出